我見你們今天帶了一些心水相來 不如你們分享一下你的心水相吧 這兩張是在內蒙古拍的 其實這兩張是獲得獎的 因為他們… 其實這裡拍了一雙拇指 他們… 拇指? 怎麼看呢? 好像不看 他們拍了一雙有眼神交流的情況 而且這裡有自然的好味道 在交出親情之餘 又變成了一張廣告照 好像在賣的雪條一樣 然後這張是在內蒙古小朋友 因為我們當時會派堂給他們吃 你看他們吃的樣子好像很開心 但又帶點哀傷的感覺 其實這張照片是很難突的 然後這兩張是在拍這個萬塊門 在做一個景深的效果 那呢 其實這兩張都是在街上看到什麼就拍的了 不是說叫這幾個模特兒出來 然後約拍照這樣 這兩張照片 其實如果你把它變成黑白照的話 他們會變得很有味道 因為老人家它其實 本身已經是一樣有味道的東西 這張就是用魚眼拍出來的照片 它拍出來的東西 平時跟我們平時眼看的東西不同 因為它是由魚眼看出來的 還有這一張呢 這一張已經很難拍了 現在 它是在拍一個日落亡昏的時段 我們叫做magic hour 難就難在 香港已經很少了 天氣可以幫我們拍到這麼清晰的照片 這一兩張就是在拍一個微距 因為它是用一些很細微的東西去拍 接著這一張就是拍一隻甲蟲 其實它想過隔壁的橋 但我又不需要下去才跑 它又在那邊看不下去 接著就過不了 好了 我們今天就有很多隻阿范 我們來分享一下照片 阿范我見你打了相機和一支鏡 不如試試說一下相機和一支鏡 有什麼用 這部相機就是Nikon的D80 其實已經不算是新款 但我發覺它是 很多功能其實夠用 已經OK 而且它是 相機 其實就算給你一部DC 你會拍照的話 根本都可以拍到大師級的作品出來 它只不過是 一些功能上比較好的東西 可以輔助到你去拍一些更加漂亮的照片 還有這一支是Y鏡 它長鏡的分別就是 它可以拍到很遠的東西 如果你去看音樂會 其實你買了八幡飛影 可以拍到明星的 close-up的樣子 然後呢 其實這個長鏡是難在於 它多數都是玩這個構圖的畫面 而且如果你打開這裡 你會看到有些電子接觸的東西 好 好了 今天我們多謝阿范 來和我們講解 Sakiro分享心思法 我們先去廣告 我們待會有第二位格神給嘉賓 好 去廣告吧 我先去廣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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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是第二位嘉賓 我們請了天才小提琴家 Trevor 大家好 好了 我們先聊聊天 其實 Trevor 你從多少歲開始學這個小提琴呢 我從四年級開始 我想九歲左右 九歲學小提琴 那其實是你叫媽媽學 還是你叫媽媽叫你學 還是你媽媽叫你學 你是被迫還是不被迫 是我自己說想學的 為什麼呢 那時候你很喜歡都是這樣 因為那時候有個老師來表演 之後有學習訓練班 我就很想去參加 最後就跟Danny媽媽說 然後就學不到現在 那為什麼不是鋼琴 不是大提琴 偏偏是小提琴嗎 因為他表演才是大提琴 原來是這樣 好了 我聽說你 今天打了一首音樂 給我們觀眾聽過 是的 那是叫什麼名字呢 叫做Alegro Alegro 好了 我們有請Travor 為我們演奏這個曲 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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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真是很動聽啊,Trevor 多謝Trevor說我們演奏 我們今集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希望觀眾收看下集,拜拜